下面我们接着再看诸解 参考资料可以收起来 诸解接着引用望希师所解释 这是日本高僧 他说 依此愿故众生生者皆具诸相不假修德 阿弥陀佛发这一个大愿 三十二相愿 那么这个愿能够促使我们所有生到极乐世界的大众 你这一到那边就怎么样了 都具足跟佛一样的三十二种大丈夫相 这可是太难得了 我们在前面学习过嘛 每一种相要修多少福啊 一百种福 也就是说要修满三千二百种福 您才有三十二相 可是我们没怎么修啊 就是念一句佛号 居然到达极乐世界也能够得到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所以说阿弥陀佛对我们大家的恩德太大太大了 因此 升到基督世界的大众 他要得到像佛那么殊胜的果报 真的是轻而易举 这全是阿弥陀佛呢 用他五节时间的修持 还有无量节的修行的功德 加持我们大家 而且佛还说得非常肯定 每一个大愿呢 都做到 如果做不到 他就不成佛 而实际上呢 他十节之前就已经成佛了 也就是讲 每一个大愿都兑现 都落实 那我们现在知道 金上所讲这些真实之力 现在怎么办 放下万元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要真正发大菩提心 这个大菩提心 我为大师说得非常好 想去基督世界 最真诚恳切的心 就是无上菩提心 这种心 在后面延伸出 身心回向发愿心 所以真诚心 这是根本 菩提心的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真诚心 由他而生出 身心回向发愿心 身心是讲我们自度 自立 回向发愿心呢 是说度他 利他 在大圣伸出 在大圣起心论里面讲 菩提心 说的是直心 关基里面讲的是质成心 执心就是质成心 也讲身心 大悲心 这是大圣起心论所讲的 大悲心呢 就是关基所讲的 回向发愿心 这个身心呢 我们换一个说法 大家比较好懂 因为古人的解释 我们看之后还不太容易理解 古人解释 身心呢 好善之心 好得之心 用经体上的五个字来解释 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它的意思 就是清静平等聚 下面呢 还有一个问答 问 具足此相 为花开后 将为前爷 下面还是忘惜老法师自己答 不带花开 世生得故 这太妙了 什么时候我们得到这个三十二相呢 当我们往生的时候 阿弥陀佛带一朵莲花来接我们 我们神识进入到莲花里面 然后呢 那个莲花叶子就合起来 所以我们在莲花里面 就具足了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所以说是在往生的时候 您居然就怎么样呢 得到这种相 下面是第五愿 深无差别愿 经文 端正静节 西同一类 若形貌差别 有豪愁者 不取正觉 底下呢 再做一个说明 在下 为第五 深无差别愿 愿愿 国中众生 容貌 行色 西皆 端正 捷径 等同一类 若有差别及豪丑之分 则 不成佛 这院士说 无论男女老少 富贵 贫贱 上 至菩萨 身为原觉 下之 无见地狱众生 只要生到 几个世界 大家的身相 全都一样 这个一样的标准 是谁呢 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生到 极度世界 容貌 形色 等等 这包括 光彩等等 都跟阿弥陀佛 一模一样 阿弥陀佛 有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我们全都 相同 这个在前面 旺希腊法师 也提到 不带花开 世生得过 这就告诉我们呢 我们生到 几个世界 是死了之后 才去 还是活着就去 活着去的 哪有死人去的 这个讲不过去 活着去的 你想一下 如果这个人 都已经死了 那阿弥陀佛 带个死人 到那边去 是不是 那还把他弄活 那还走回事呢 不是的 是活着生的去的 我们那个身体呢 真的在莲花当中 就产生了 质的变化 所受的身 法性身 不是阿弥陀佛的相分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是阿弥陀佛的 积极相 我们的起心动力 是阿弥陀佛的 渐分 阿弥陀佛是虚妄 是生灭法 所以我们 现在这个身体 是生灭法 我们的起心动力 也是生灭法 可是一旦 坐上莲花之后 我们就全都变成 不生不灭的 法性身 居住的地方呢 这讲基督世界 法性土 在那边呢 人人无量受物 不会老 不会生病 我会不会生病 我会不会生病 我会不会生病